今天吃的 真好 吃的好早 吃的好早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太抱歉了 没事 疼吗 你的行走多少钱 前面就是商店 我赔给你吧 不必了 这边詹姆斯刚好从英国回来 回家量一下尺寸 我们再定制一双 咱们再定制一双 这你吃 这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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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没吃的 哎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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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点啊 快点啊 快点啊 上来 走 走 郁总 你看 这是我刚看到的 一时间 网上有这么多假情侣的评论 我看啊 这家媒体 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什么情况 好 立姐 这些是KT刚刚找出来的一些评论 你也已经看过了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媒体 陆续接到爆料 以我们节目的人气 我相信很快有媒体 会追踪报道 叶淑薇跟贝尔多的假CP的事 我们必须敢在他们之前想出对策 KT你现在就去联系公关团队 好 叶淑薇平常就一副冷淡脸 和尔多一点互动都没有 别人不怀疑他们才怪呢 贝尔多多次在台上想说话 要不是叶淑薇帮她打园长 早就传闹 现在只有公关是不够的 他们没有实锤 我们得有 实锤 那也不能让他们俩领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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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买鞋吗 不用 这伤还能传 你说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看别人说爱啊 当自己肚子饿没东西吃的时候 去隔壁家闻一闻他们做的清蒸鱼 也能在精神上冲击 来吧 我们来拍照 真没有 拍够了 没有 那张不算 重新拍 拍照 你眼神能不能温柔点 搞得像我欠你钱似的 真的一点都不相信 连自己都骗不了 你能不能投入一点 状态 我说的是状态投入一点 你看笑我这样啊 看呗 这样 就是给人一种很幸福很甜蜜的感觉 只有智商不到六十的人 在我笑成你 手里 这就是给人一种很幸福很甜蜜的感觉 要亲密 嗯 好了 不行 不行 等会儿得重来 不行 反正不行 喂 喂 喂耳朵 叶大神 你在哪儿呀 在车上啊 在你书役车上吗 太好了 你开工放 叶大神出大事了 你两句解释不清楚 你带着耳朵来跟我胡桂鹅见面详细说 叶大神是这样的 情况紧急 你和耳朵赶快到郊区的温泉酒店来 我和玉生在这儿等你们啊 不见不散 拿我人格 但绝没有开玩笑 定位已经给你扒过去了 路上注意安全 是 不是啊 这 这爸爸能行吗 我已经联系八卦记者了 他明天就到 我是怕他们俩不配合啊 耳朵那边我能搞定 夜市为你看着办吧 不是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换完任务啊 想得美 到了 走 走 耳朵 叶大神 什么事 要不咱们上车说 就在这儿说 好吧 耳朵您没有带身份证啊 你要干嘛啊 现在网上不是热潮你们是假情侣的事情吗 所以我们要用实锤让这些人闭嘴 所以 最好的办法啊 就是让人看到你们平时的情侣 对 多温泉酒店 可是有名的情侣度假村的 你要让我们开房 小声点 不是真的开房 是演开房 这两个绝对不一样的 无聊 不不不不 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就要背负骂你们啊 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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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放我 不是你想想 现在网上都在说你们是骗子 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公司 这个节目的诚心问题 这更是你个人的诚心问题 这这 这是你人品的问题 这是严重影响到你的声誉 声誉问题 有我的清白重要吗 耳朵耳朵耳朵 你不是常常说声优也是演员吗 你角色的清白有你演员梦想重要吗 想想你的日本留学梦 想想你的A军 A军 你好这是您的房卡 您入住房间是二一零零四 祝二位入住愉快 您好 这是您的房卡 您入住房间是二一零零四 祝二位入住愉快